《左撰》这个书,你读书很少的情况下,你是没有必要去读入门的书,比如说《东周列国志》这种类似于三分虚,七分十的这种演绎小说,因为《东周列国志》它虽然对整个故事加以了一些修改,加快整个故事的进程,但是总体来讲它没有违背左撰太多的演绎。 当你读完了《东周列国志》整个春秋,还是特别有意思的时候,你愿意在这个方面花更多时间去了解春秋历史,这时候你就来好好地阅读左撰,左撰只是春秋三撰之一,目前留下来的左撰是春秋的,专门用来著细的春秋的三个版本之一,如果你要想读左撰读得更有意思一点,最基本的是先读完春秋, 配合这个春秋公羊传,春秋古梁传,然后一起读味道会更好,看看整个故事是怎么展开的,怎么收拾的,一般来讲左撰有一些地方它是只讲了故事开头,但是它没讲结局,可能是在古梁传,你可以看到,也可能是在公羊传可以看到,承担了很多的,就是用各种其他方式补全了左撰没有讲清楚的地方,是,《东周列国志》是小说,但是它是一个, 基本上把这个左撰的整个故事线,它先理了一遍,你有了完整的故事线的基础上,你在去读左撰的时候呢,就不感到吃力,因为有时候很多人甚至搞不清楚,到底是齐皇宫,在静文宫前面还是在后面,比如说春秋五霸,我现在问大家的话,是齐皇宫在前面,还是静文宫排在前面,很多人肯定第一次见就搞混了, 或者是楚庄王,是排在什么时候,也通过这种特别浅显易懂的,《东周列国志》的方式呢,建立一个时间线,确定几个大的,主要的春秋五霸,就是比较大的这个主人公,你确定了这五个春秋五霸的位置之后呢,那么你读整个左撰就很容易了,齐国是怎么结起的,然后霸前又怎么流失的, 静国呢,是什么,通过这个崇尔的努力,然后呢,变成了春秋的第一大霸主,后面的金主,又是为什么一步一步行差走错,最终走到了三家分镜的这一步,在这个春秋的左撰的阅读过程中呢,建立既有统侠前书的,性质的这几个重要人物,就是几个时代的历史,我不是不建议多数同学去阅读的,就是春秋战国,你暂时不要去读,还有魏晋南北朝,你也暂时不要去读, 五代诗国,暂时不要去读,一开始要涉及到如此多的国家,然后呢,如此多的势力,然后弄清楚啊,这些国家和势力之间发生什么事情呢,多数人脑袋都会一看就蒙掉,说不好听的,就是我在直播室里面问大家五福是哪五福啊,大家要念出来都很困难,春秋五霸是哪五霸,大家也弄不清楚啊,五代是哪五代,诗国是哪诗国啊,大家都会一脸懵逼的啊,这种时间轴要建立啊,是必须啊,花出一定时间啊,就是你在没有培养出对这个历史, 是灼热的兴气的前提下,就先不要读这个三个时间段的历史,嗯,对,春秋跟这个冰一火还是挺像的啊,嗯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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, 嗯,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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嗯,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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